天忆3G智能手机 广阔网络覆盖 海量应用下载 给你真正的3G体验 有天忆才过智能 智领3G一起来 中国电信 成长有父亲一路关注 我的财富成长 总有金葵花理财的专注 金葵花理财专注您所关注 招商银行 智高变频空调 省电一半 轻松享受 智能空调 选智高 智高空调 当中国人走向世界 让中国车影响未来 中国里程 中国一气 速腾 质感人生 一气大众 2月26日是星期六 也是云南大理州南建县公郎镇的大集 公郎镇辖区居住着 夷 回 白鸟等14个少数民族 由于交通不便 亲民们有了纠纷就会趁赶集的时候 到公郎法庭来咨询讨说法 一大早 公郎法庭庭长龙进品也开始忙活起来 这位老人因为自家的核桃树 长进了邻居家的院子 而产生了纠纷 这天老人来到了法院 老人耳背听不清 龙进品找来一支笔 耐心地把问题在纸上讲给老人 像我们法庭下去这些老百姓 中午来的比较多 没有及时的接待 可能有的他因为路远 他就等在这个急证里面 对这些山区的老百姓来说 三五十块钱都是不简单的 龙进品是镇上第一个法学科班毕业后 回到山里的大学生 基层法庭没有大药案 多是婆婆妈妈家常理短的事 就是在日复一日 东家劝解西家调停的工作中 龙进品成了备受当地百姓尊重的乡土法官 十里八乡掌公道的人 星期天是板桥村农田土地纠纷案 开庭调解的日子 龙进品和两名同事 背上开庭用的国徽赏路了 少数民族的村寨多数建在山里 翻山越岭去开庭 对龙进品来说 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当我们跟随龙进品赶到遗族山寨板桥村时 几位乡亲就把它围了起来 这片核心田是村里十多年前 划播给徐静林和杨光亮两家的 因洪水和道路施工 地块分界早已模糊不清 为此两家人争执了五六年 最终徐家一纸诉状将杨家告上了法院 而龙进品开庭调解的地点 就选在了田耿旁边 找你们说呢 村委会也倒下了 可能政府里面也倒下过了 还没有开机改决清楚了嘛 你两家这种就不是所谓的 又是一村人 听爱听之爱之要嘛 他这种人不讲那么清楚 你来我往的对话中 龙进品听出了事情的症结 那么又在这个十多年以来 途径呢又不断地发生一些变化了 你两个这种就搞成熟 有些事情是不怪你们 不许你死不得一只个小点 就真正能几小点 咋个花一下 对嘛 我就能花嘛 刚才的条件你觉得满意吗 满意 在法庭是看不着名气 来到这家看不着名气 水油头水根 正要把这个人民法院的法官 我真确是他这个法院的法官了 这个才是公平 18年来 龙进品审理案件一千多件 做到了零投诉 这是我的天下 这是不是以为您的 能够再次行动了